杜鵑颱風快要來了 在綠島遊玩的旅客 一大早就搭乘客輪回到台東 浪雖然沒有很大 但還是有遊客吐到不行 不過再怎麼不舒服也要回來 就是擔心颱風來臨時風雨太大 船隻無法行徑 到時物資沒有辦法補警 一群人困在島上又餓又渴 只好提前結束 一大早回來了 本來是一季什麼時候 是啊 中午吧 為什麼現在就回來 都不是說颱風來吧 船公司出動十多艘客輪 將超過3000名遊客 通通撤離綠島 只留下43位居民 要留在島上過中秋 因此特地請雜貨業者 多運來一些木炭 泡麵 木炭 泡麵我可以了解 木炭是要怎樣 好過 中秋節 隨著杜鵑颱風逼近 27號上午在台東附近的海域 也出現七級強風及三米浪高 綠島遊客因為颱風 被迫提前結束假期回到台灣 而當地的民眾則是請店家 多準備一些好料的 要度過颱風來襲的中秋節 記者賴詠誠 張良浩 台東報導